前两天看你参加完比赛下雪了 发了个微博 然后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 整体的一个感受呢 我们看一下一下 这次来 整体感受还是会以训练为主吧 所以感觉压力大也不大 然后来到济南的话 其实这个城市我很喜欢 但是我老感觉我在济南 也稍微有一点水土不服 为什么 就是来了以后 身上起了很多的小疹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说济南有什么特有的植物啊 什么东西的 但是事情不大 对您来说带给你什么 或者说对您意味着什么 分享一下 它是我这么多年 坚持努力换来一个最好的结果 也是一个心血的结晶吧 我说游泳是我坚持最久的事情 所以对我来说它 就是我说 热爱和擅长的事情 可能不是同一件 但是我会尽我所能 把我当下正在做的事情 做到极致